大家好,大家有沒有聽到放煙花的聲音? 你在那裏很開心 走清很多人都問 我先走過來 走清很多人都想問 燒炮掌可不可以? 燒煙花可不可以? 其實燒炮掌是可以的 是沒有問題 不過就要看 不過煙花的方面也是可以燒的 所以叫尊敬的意思 但有些人很迷信 就不說 不要了 燒炮掌會驚動到隔離 即是說的亡靈山份隔離輪射 其實各有各的說法 其實燒炮掌是可以的 是沒有問題的 希望大家要留意 要注意一下 拜拜 有些人就不可以燒炮掌 你要求清楚 如果是說你往年又燒炮掌 往年你燒炮掌之後 你好好運數來說 就沒有問題 你可以繼續燒 如果是說你這麼多年來 每一年你都是燒炮掌的來說 都是自己一年到晚做事不順地說 就證明不可以了 但如果你問我來說 最好就不要燒炮掌 雖然很多人燒炮掌燒得很好 但未必你燒炮掌燒到不好 或者是各行水運 都會有這樣的情形 所以看自己 如果是說你行清了之後 回到你一路順風燒炮掌之後 你可以明年你都可以繼續燒炮掌 如果不是就看地板用了 如果是說燒到不好 你就不要再燒了 如果燒到好 你繼續可以燒炮掌 因為每一年都是不同的 由天安地支去有分別 希望大家明白 OK